Catchplay公共電視與HBO Asia所共同推出的年度旗艦大戲 我們與二的距離在推出之後大受好評 上個禮拜我們看到飾演電視台女主管的賈靜雯 以及報社負責人 同時也是賈靜雯裡面不同的老公溫生豪 兩位男女主角跟我們一起分享拍戲過程經歷的點點滴滴 但其實還有另外兩位喔 一位是飾演家中有思覺失調症患者的姊姊曾佩茨 以及這位有精神障礙 也就是思覺失調症患者的林哲希 他們兩位其實在我們與二的距離裡面 真的也是下足了功夫 甚至在演出過程中還經歷了內心很大的掙扎 繼續來看我們的獨家專訪part 2 因為其實這部片每一個人的角色都不好演 真的都很沉重 我覺得哲希已經有各種不同的演過不同的極端分子了 不過不要緊張 什麼事我們可以好好商量 阿廖文睿啊 打籃球的那個嗎 弄你的手機在監禁喔 有吃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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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藥嗎 有吃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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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耶 你在裡面也是一個非常辛苦的角色 然後佩茨也是跟以前不一樣的演出 雖然你還是一個算是比較正面陽光的女孩 但實際上她也是一個比較陰暗的角色 她 她可能壓力太大了 亂心 那個阿姨是我爸在娶的啦 她對妳很壞嗎 她對妳很壞嗎 也不是 她就是 她一講話就想翻牌也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你們來分享一下就是在這兩個角色的準備上 你應該有實際上去接觸就是精神患者 其實接觸了蠻長一段時間的 然後我覺得對我來講 準備這個角色的過程比較 過程是很不舒服的 但那個不舒服並 你是實際上去 是是是 但那個不舒服是因為你突然覺得自己 對這個世界認識好少 然後對於他們面對的狀況好無能為力 這是很難過的事情 跟我別講 我看你這邊已經沒用了 千秋 加油 你訂口了 我這邊這邊真的有信息 媽 媽 所以每天去其實我 我回家都需要一段時間 坐在外面 把那些東西 先慢慢消化一下 因為 真的是無能為力 他們跟我分享他們心裡面的掙扎 那些難過是什麼 是患者本身 對 患者本身 病有 所以我覺得 我在演出的時候就會很希望 能夠呈現出來 他 這麼年輕就能變高一高 不是 其實我也是信息 要不然怎麼會換掉 沒關係 隨便你怎麼講 你知道你一直要見識嗎 那就等著看 他這個角色除了發病的暴怒等等的 他跟家人之間的關係 比如說我跟佩慈姐姐 就是我們在開拍前 我們就有建立很多 我們角色的細節 是我們以前的生活什麼的 所以在真的演出的時候 我們很順著劇本走 到底在裡面忙什麼啊 我跟他講 我現在 抱怒了 然後他就覺得 為什麼以前是這樣 你現在怎麼了 就是我覺得很多的這個東西 然後有時候看著姊姊 就是我 就是我 我有一場戲 我 我講了一句是 為什麼是我 為什麼不讓我把片拍完 我只是想好好拍片不可以嗎 為什麼大家都要阻止我 其實我看著姊姊 但是劇本上沒有 我看著姊姊就講出來 然後我就自己崩潰 然後姊姊也哭 就是我覺得那感覺是很特別的 所以那是真實的情緒 就是如果可以感受到身邊有這樣的家人 其實很沉重 那時候還沒有開始演的時候 然後我記得在會議室裡面有導演 寺院姐 玉琳姐 就是製作人 然後 我其實 就是對不起 因為我這個人就是比較 我有疑問如果不問出來 我可能覺得我沒有辦法放鬆去演 然後我就說 我有弟弟 我無法想像 我覺得我會害怕他 然後 喔不對不對我講的是 我覺得我會害怕 我會害怕 思覺失調 或是等等的精神 觀能失調的疾病 我必須承認我會害怕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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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然後 包括製作人導演 就告訴我說他們家 家族裡面 親戚們 都有人 是這樣子的 然後他們就問我說 你有弟弟嗎 我說我有 如果你弟弟是這樣 你會怎麼樣 然後我就 講我說話 然後就說 好我懂了 就是從那一瞬間開始 當然不是說我必須把他想成我真正的家人 可是 你怎麼在 可能他在某一些事件中 我告訴你 放開我 今晚大鬧西海幼稚的男子在被警方逮捕之後身份證實為硬性導演 這位青年導演是天影製作公司旗下正在進行後製的新片出鏡愉快的前期導演 這部片呢是邀請到了金馬以後陳靖擔任主演 但是根據了解呢 在整個拍攝過程當中 投資方跟陳靖 卻是速度的跟這位硬性導演發生爭執 中途是改由馮其任導演來接手 他在警局的整個音訓過程當中呢 可以說是情緒非常的激動 還語意不清說自己跟監製是欠有保密協定 因此拒絕透露相關的工作內容 他會被某些家長討厭 他可能在劇中發生一些什麼樣的 他不願意可是他好像不小心可能真的害到別人的 就是讓別人緊張了 可是我怎麼看他 我都知道 我就是就像他講的 我就是單單的看他這個人就夠了 一切就很自然的發生 然後劇情就帶著我們一直走一直走 但是我就記得很深那時候 其實前陣子而已才幫角色重新配音 因為我家到那個配音的地方很遠 然後我那天其實是 就我自己去 我突然覺得要配音思樂的音 我覺得 我就是整個在那邊丟 因為我想到他就會覺得 其實他比起很多人 背景是單純的 角色是簡單的 但是 當他遇到那樣的事情的時候 你要怎麼讓愛是 你要怎麼讓愛持續啊 照顧一個 好大家就可以自行想像 所以我就突然說哇我心情 原來我當初演應思樂的時候 我可能是帶著那種 我行不行我一定要撐下去 我一定要撐下去 我覺得是那個東西 所以 就是 真的蠻過癮的 所以真的也是陸先生 那最後一個問題 大家有沒有對這部片 印象最深刻的一句台詞 然後去解釋為什麼 我自己個人最深刻的是 主管說 所有的觀眾都只有7歲的智障 這句話我都怕有道理了 我想說 這只是我們不敢講的事情 因為不敢講給觀眾聽 但是我們真的是這麼做的 我們希望台 我其實在當下的時候 我真的就是認為是這樣 因為你們不知道什麼時候 沒錯 就是真的會投入金 但我其實一直沒有感覺 一直到剛剛在記者會上的時候 我才發現我這句話其實蠻重的 才覺得這句話原來很直接 因為有些時候 不動腦是最容易的 就是其實你就是這樣 對 所以這句話 一語道出我 真的 印象最深的一句話 所以你印象最深的是這句話 因為我們以前做新聞都是這樣 明明就是一個打人的人 但你還要把他圈起來 然後說這個打人的人 但其實畫面只有他 但因為主管就跟我們說 一定要把觀眾當白癡 不要省我們的氣 像主管說的 所以我就會覺得 天啊你這個劇本也真的是寫得太如實了 對 固圈起來會講一些東西 那些東西 對 真的 所以這是 印象最深刻的 那其他人呢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跟康仁說 我不是上 我不是上帝 我沒那麼回答 你的目的是要讓他躲過死心 對吧 但我不是上帝 我沒那麼回答 因為 對我是一個崇高的新聞 崇高理想的新聞工作者 法福律師來找我探究這個 家愛者背後的原因 我們為了 不要讓這事情再度發生 可是他找我 是一個被愛者家屬 對 所以我說我不是上帝 我沒有那麼回答 當下 我覺得這句話也滿有 滿有無法的 你何來跟我談和解 何來跟我談原諒 我是一個被愛者家屬 真的 其實 我說得上 但是當整部戲 拍完演完之後 其實我們的思考 會多了很多面向 沒有說我像那個佛上帝 有辦法包容跟原諒 我還不行 但是我至少能夠 用不同的思考方式來看待 可能生病的人 可能犯錯的人 嗯 很棒 那兩位呢 我的話就是我剛剛說的那個 為什麼是我 因為我覺得我們 我們社會上對於這樣子的人 我們會有很多的看法 可是 可是其實最想問的 應該是他自己 嗯 就是他最不 這個世界上最不願意 生病的人 是他自己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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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生說 等 等你 等你 穩定一點 我們就可以出院了 嗯 可是他沒有辦法 他是被迫的 但是我們卻會對於很多 我們的看法太有我們自己的角度 嗯 但是卻沒有人想到說 他其實最想問的是為什麼是我 嗯 真的 對 那佩慈呢 我在劇裡面鼓勵那個 大志這個角色 嗯 然後面積說 我跟他講了一句話 我就說 其實看得見的東西 我有小小度修改 但是原本劇本就是 看得見的不用相信 看不見的才要去相信 嗯 然後 我那時候其實 其實我一開始看到這句話的時候 我並沒有覺得有什麼問題 可是真的快要開始拍的時候 我突然覺得有點卡住 看不見的才要相信 然後後來 就是把硬是一個個性套進去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在對自己講的話 也是在對所有人生無解的問題 嗯 好像只能有這種態度 已經發生的 我們都看得到的 嗯 就先放一邊吧 未來 甚至是還沒發生的 那是可以去相信跟掌握的這樣子 嗯 說得好 哇 就很推薦大家看我們與二的距離 我覺得真的會讓觀眾多很多思考的面向 而且又可以跟時事結合 今天很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到底什麼是好人 什麼是壞人 你要不要做他